有很多人的流血流汗 我们今天才能在这个地方见证这个重要的日子 台北市长柯文哲果然是先知 连接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也知道有很多人因此流血流汗 不过柯市长你可知道吗 你在台上见证这个重要日子的同时 还真的有一群人为北流流血流汗 连北流的工程款项到现在都领不到 对有承包北流工程的下游厂商向苹果新闻网爆料 赤之60亿元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负责装修工程的上游厂商早就卷款落跑 导致有3到5家下游厂商 在北流今年8月完工开幕至今 却没收到任何款项 欠款总金额逼近2000多万元 这些下游厂商指出 这个工程是由竹壳营造和品号工程设计发包的 其中竹壳营造的对口单位 就是台北市文化局 我们跟他签约的契约金额是7950万 目前付款已经超过8成了 也验收完 验收完会再把尾款付进 然而对于上游厂商卷款落跑一事 北市文化局坦言 目前失联的是竹壳营造的协力厂商品号工程设计 据传该公司的理性负责人已经绕跑失联 也说因为北市府签约对象只有竹壳营造 所以没有办法对品号工程设计执行公权力 那你们会不会要求竹壳去执行这个事情 不会 那个是竹壳又跟下游厂商签约之间的 可能那个会透过诉讼或什么方式来处理 那个变得明智纠纷了 因为那个是厂商在跟下游厂商签约的契约我们没有 唉 我说可是这样 这么多人帮你盖了北流 让你正绩加一加一 但你却无法可观 真的是替那些下游厂商干到悲伤啊 有很多人的流血流汗 我们今天才能在这个地方见证这个重要的日子